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来打羽毛球有那么多种球 而且不同的球可以对付不同的对手 我真的是上了一堂课 一些小贴士 有没有 我通常上场我会做一些步伐先 能够那个感觉 还用也顺便热身 今天的MVP我会颁给家瑜 家瑜 这一集将挑战快节奏的地板勾球 由于玩法类似冰球与曲棍球 所以也被称为汉地冰球和阮氏曲棍球 马上和新派运动员一起来认识这项运动 OK 好 回来 好 回来 你为什么在这里 没有 本来我是已经退出了 你知道 没有 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发现 不能没有我 律师 对 太重要了 你真的太重要了 你要干吗 这一次我要比的是地板勾球 没有 我们要讲一下 我们不一定打得到他们落花流水 没错 你看到没有 拉长浮短 对 对 好 所以这一局我们赢定了 你们那里只有三个 那我怎么赢 既然你提到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欢迎新腾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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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斯明 真高 叮叮叮 等一下 篮球我已经比完了 因为我知道杰斯明是会打篮球 对不对 但地板勾球也可以 我也是很会打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干掉你们的 好 好 接下来要请这个不得了了 是我们的新排教练 国家队的地板勾球选手 帅 这一集的新排教练 有两位帅哥国手担当 福军伟 球速达到每小时170公里 是团队的前锋与体力担当 耐力非常惊人 蔡伟源 Nick 是个强悍的前锋 球速达到每小时180公里 爆发力可不是一般的强 欢迎两位加盟这一集的新排运动员 我想问一下你们哪一位是哪一组的教练呢 两个队长 我们先到指导布 谁赢就先随 那都无所谓了 来 好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我先选 好 那我决定了 好不好 好 我们直接选 Nick旁边的军伟 对 对 对 好 选他了 好不好 好 很好 很好 好 那当然我们要请他们来展示一下 他们的球技了 好 来 有请两位了 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蓝队的教练Nick 来展现一下他射球的精准度 好 他的力度 好 两个 为什么可以用这么小的球 然后就打中那个水平 最后还可以倒 所以他的爆发力跟他的准确度很强 来了 最后一个来了 教练 他是我们的教练 当我看到他那么有威力的时候 我很担心的就是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保护的装备可以给我们 我跟你说 这个球越小是越难控制 我们让俊伟教练示范 什么是人球合一 好不好 有请 阿伟 我看到阿伟他控球的时候 那个球好像黏在那个锅上面 我很想去查那个锅有没有黏超红 那个嗖一声 好 好 现在我们会把你们的 专业教练示范 教练示范 好 谢谢 就传说中的球杆 怎么那么明显 我的球杆短那么多 你拿那个范子的时候 你看在你的胃胃 你放两个三个手指上面 就是对的了 如果比较矮的人 如果他们有很长的棍子的话 他们的胃膊会很尴尬 因为一直会出来 那个球如果很靠近你的时候 你看 我试到自己 我会这样 那如果我拿我的 就没有试 好 我会教你们 怎样用对的姿势来握你们的胃膊 好 你们先把你们的主角手 写字的手 写字的手 举起来 好 举下的对吗 握在球杆的上面 好 另外一只手 握在球杆的下面 好 这样是对的方式来握你们的球杆 所以像右打 像左打 都不用换手了是吗 不用换手 对 我觉得我这样比较舒服 因为你们的主角手 会在下面的话 你们会比较舒服 来按那个球来打球 对 如果在上面的话 你们来控制球会比较容易 反正你们的力量 射球是可以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练习吧 好 来 好 好 我们打四球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把我们的笔 放在地板下 所以才可以好好地控制球 所以现在你的任务 就要把它稳稳地带回去 所以如果那个球掉错的话 就是不对了 好 所以这要练你的稳定性就对了 对 所以你要握着很紧 可是你不可以很大力地一直推 要慢慢控制 好 来 好 来 这个不能起来 还是很快 还是很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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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很稳 很不容易 因为你毕竟 你是要拿一个杆子 而且它是有一个弯度的 所以很不习惯 那个幅度 就是一直要往一个方向去控球 哥 不要那么快 蛮快的 一定掉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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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看谁 不只是要控制好 你的力度也要拿捏得好 要不然就是那里球会真的是乱乱跑 好 我们先做一点基本的东西先 固定活动 所以我们先把球放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就做左边 最基本的左边先 好 你看 如果你们觉得那球一直跑 向你们自己的身体的话 你推出去 然后再来停了 再来安装 再来安装 错 错了 你要用背 背 你想要勾它 却勾不到 这个球杆怎么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玩起来好别扭的感觉 我们到底要怎么握它 两只手慢慢带过去 我一定要把那个球杆的技巧掌握好 掌握好那个技巧 就等于赢了一半 要和球杆好好相处 还要培养球感 新牌运动员的挑战刚要开始 两位教练决定以运球挑战 来探析各自球员的实力与能力 快而稳 勤而准 是地板勾球运球的重点 马上来看看谁是那支欠力鼓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榜样 对不对 要最快 最快是什么样子呢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最快 好 教练 有没有突然间压力 来 9秒 9秒 他9秒 他叫我们45秒就好 我们45秒 他讲45秒就好 他自己9秒 你看着办 教练 看你多快 以你的标准为标准 来 教练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计时 好厉害 好厉害 好 计时 好 好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毕竟他是不我说 那我也不要太丢脸 20秒之内一定要完成 准备 慢慢来 好 好 现在要返回银子 绕过他 整个身体也要返回银子 好 对 顺 有 还可以 他真的是不能称赞的体质 来 这个先过 全身过 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在看球 我没有看我要去的方向 所以我才会拖到18秒 有 很好 可是好 来 第一个 过第一个 虽然一开始我感觉不怎么会控球 但是你只要一直练习的话 其实我们是办得到的 十四秒 我挺满意的 十四秒 可以拿一招 不错 控制得很好 错 不错 3.53 主持人 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 因为我当时觉得认识球真的很难控制 能够过一个障碍的一个考验 十七秒 好 我挺满意的 很好 走 好 还可以 好 这里 慢下来 好 可以 其实我觉得过三而五 真的就是靠你的手感 所以说真的 我当时不球快 只球稳 对 所以我就是把它完成就好 它是高级的过法 哇 在打球的时候 你不能够一直看球 你要传球 你要传到 你要看到你的队友在哪里 你才能够传球 因为我们的技术也就非常的有限 我就只能专注在看那个球 所以就那个障碍物在哪里 我完全不知道 好 实在 我会教你们怎样传球 所以你传球的时候 你看住你朋友的队 再传过去 那个队友 你的队要关队队 所以球不会弹得很远 来 队长 厉害 看住我的队 看住我的队 所以教练打的时候 传的时候是用哪个地方 我是用 好 所以传的部分 只是从最后面到中间部分 尽量不要用前面的队来打 好 因为原因是 比较容易把球漏掉 好 要记得关 球就不会跑得很远 我们传球 我们是直接来的 对 没有停那个球 我们直接接收了过后 就通过了 有些人接球是停止了过后 才通过就慢了 就慢了那一秒 所以如果那个球一来 我们直接接收了 就可以直接走 就比较快速 比较快很准 所以我们试试一个队 这个队我们在国家队也是有做的 是叫传球 好 所以我们传球过后 我们要跑过去 我们下一个挑战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做十个传球 没有错误了 可以 直接接收 直接拉去 好 可以 来 好不好 不讲求速度 传到准确度很重要 准备 准备 一 二 如果你练习就慢慢传 你这样接一接去很简单 没有意思 你练习就是要照比赛的强度去练习 六 六 六 七 等下 八 八 八 六 六 六 你为什么要过去 怎么 差一点 你怎么挤在这里 我很喜欢看人家 就是摄球 那种节奏 比赛节奏的感觉 就很喜欢看 所以可能忘记说要回到原位这样 好 新牌球员 集合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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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JQ 我是新加坡国家队的 地板高球的总教练 总教练 好 教练 好 球员们今天我们会练一练 守门员的基本技巧 守门员 守门员 守门员不是应该体积越大 越占优势吗 为什么选他们两个呢 而且为什么不选我们四个 对 有几个原因 第一 绿队的两位比较大致的 就我跟他 运动员 对 他们的膝盖有受过伤 对于桌球球的总教练 守门员对膝盖的负荷是相当于大的 因为很多的动作 所以不能站起来吗 可以站起来 如果你再站起来的话 桌球球的总教练没有很高 所以你站起来的话 其实你会有比较多位置 让人家守门员 可是我看Jeremy站起来跟跪下来 应该没有什么分别 好 今天没有什么 你确定 我要拉不住了 好 好 好 你们先把你们的头盔放在旁边 好 想要戴上守门员的头盔 还需要拿出点能耐 总教练亲自示范 地板勾球的门将基础弓 双膝除了能下跪 还要确保能顺畅滑步 也别忘了身体和手 可都是门将能挡下敌方进攻的 有力武器 现在我们要做刚才的动作 我们 很好 瘦 很好 可以 很好 我觉得做狗保持人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只短短练了一下子而已 我两个膝盖都已经有瘀青了 好 好 好 谁家的女儿做得好好 好 好 这地板动作非常熟练 很稳 就是抬个脚 拉过去 其实短腿的还不错 挺顺畅的 反之我看对方 你知道腿长手长的 最后却觉得卡卡的 其实很难平衡 对 所以就要用你的肩 你的腹部来去平衡 你的核心 你越高了 你的动作就会比较不协调 也比较慢 我跨一步 我现在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我脚起来比较久 比起Jeremy的话 我看他很灵活 他好像就可以到另外一边 他跨也比较快 怎么办 我觉得我的队 有多好事要当手门员 他的下跪总是很标准 这个真的吗 你这个很像这个 可以好像捡住这样 是卡机 没有 所以当我的洞这样 开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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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你的洞几十开 他还不懂几十关 所以他就很难进攻 他已经跑到另外一边了 没有 如果他真的跑 我是这样 他再跨一步 如果要跑很快我就 我就会这样 你懂吗 刚才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说你很不效 因为你洞很多 可是你掌握的地方很少 很好 有进步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不只是屁股 我觉得我们的大腿 臀部都很酸 因为我们不能坐下来 我们要就是半跪 然后要很灵灵 我觉得那个是最累的 好 新牌学员们 现在我们接着要学的就是防守 好 好 第一个是很简单的基本概念 我们叫做 OMG 对 好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如果你不在对手跟龙门的中间 你就不是真正的防守 好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防守 所以现在我们在练习防守 所以五哥 你是第一个 来 你站这里 记得OMG 我防他们是吧 对 你就这样子 好 来 你要从这里跑过五哥 然后去动那个龙门 好 你动到就算结束 五哥 你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他动到龙门 好 准备 开始 队长直接的较量 我觉得地板勾球的一些动作 其实跟篮球有一点像 概念是一样 只是你多拿一个杆子的球比较小 所以当你有那个概念之后 你比较容易做 只是说你做得快不快 跟纯不纯熟而已 好 不错 世民 上 不然很快就动 来 准备 开始 这个体型的差别 铲过去了 世民 铲过去了 很扭练 这个胸 好大的胸肌 他的胸肌 挺到这样 敢敢 敢敢 世民 敢敢 所以教练 刚才我这样子算是犯规吗 我用我的肩膀去创 肩膀以肩膀的推撞是可以的 所以比如说 反正你要来抢球的时候 你用肩膀撞我 反正我试试拿球是合法的 篮球对决 董 那是 你的肤ID 有 有成龙来了 成龙来了 какие 下一个部分就到核� savoir 相开的肩膀 你防守有球的人 你要防守他的球拍 我不需要很靠近他 堵来防守他 好 对 比较慢的话 我可以用我的球杆 然后用球拍对向它的球拍 所以如果我真的追不到的话 最好的话是可以用身体 也可以去当着 所以如果我来不及追上它 我也可以通过拦截那个球的路线 比如说那个球是从那里过来 我可以放直下来 我觉得桌球支枪运动 会比其他运动来得激烈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近身关系的球赛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所以你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因为你们要为我争光 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让我射球 可以 准备 开始 最重要的是记得他所说的 就是O.M.G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刺刀 就是记得那些基本功 做到 那就可以了 小碎步 好 很好 这样比较防守 这样教练应该更累 这样比较好 我觉得难度是在于 教练他的控球真的很厉害 地板勾球他射门 就是那一瞬间 你只要稍微的不留神 他只要一抓住控场就射了 开始 球赛做得很好 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是他的球拍还是更重的球拍 所以你们要记得这样子 完了 他都有打篮球 所以可能他们反应会比较快 他们要习惯守人 或者是进攻还是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说 我比较少接触这种运动 说真的 我第一次看到JQ登场的时候 感觉上很斯文这样 结果一来教我们 他示范了几下 嗅 我真的是对他五体投地 一打我们八位 我觉得替他鼓掌 鼓掌 这只不知道放哪里 好 第一不动 我不动 好 好 其实射球跟传球 射球的时候 你可以射高一点点 对 所以比较难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球射大力点的时候 你放一点力进去 你可以看到那个棍子会弯一点点 你可以比较 如果我是这样射 跟我用我按的射 会更加有不同 差很多 所以我会把射球跟射球 联合在一起给你们 好 我先做一个示范给你们 从这里 我会左边 射球 射球 射球到这个角落里面过后 我再射 好吗 开始 加油 师明 老师明 来 八粒 一粒做好就可以了 不要紧 来 好 试 不容易 不容易 可以进 五哥 就是看到教练 他们好像很容易 就轻轻松松就 那个球就飞的 飞一般的就飞进了那个网里 我们就是用尽全力 就好像 好像还是没有那个效果 很好 我觉得你一直没有看你射 你一定是看球 你要看球看法 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 好 你不要从后面这样子拉 旁边 你直接从后面拉上去 就直接拉起米 这样 一定可以 下班 教练有教过 对 平常的就是这样 来 来 拉的 轻轻松松 然后这一阵就是要发力 要发力 那个声音有出来 有听了 好 太好了 好 头抬起来 看高球在射 我跟你说 当我听到我那个球射出去 咻一声的感觉 我的心也是咻一下 开心了一下下 很爽 因为我们的角度真的非常大 非常远 我们传球的距离成员 所以我们记得 我们通过球的时候 要通过很快 我们两个跑的时候 我们是跑在前面 我们把球传给我们要到的地方 我们不可以通过直接到他 我们要通过到他的前面一点 所以他跑的时候 可以直接接到那个球 所以判断他的位置 所以就是在预测他跑那里 你就要 你就要标准一点 去前面一点 好 明白 所以他不会一直停住 记得要通过大力 好 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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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两个人要去做一个搭配 然后传来传去 然后最后才做个假动作 还是什么的 如果我们球数不够快的话 很容易就篮下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差在控球 一点 好 不用紧 来 来 这样 不要 我们太想了 五个可以 拨回线 通过 对 通过了 通过了 好 通过了一次 要先射 好 去中间 原来你接得到球 但不代表你攻得到阳门 好多难关 你看 好 好 再弄 就我们两个人这么简单的配合 都如此之困难 那请问我们要是比赛当天 再加上其他的这个队员 究竟要怎么玩 就我们会打一个迷你游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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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宝明轩 谁在什么位置先站好 太厉害了 好球 不要紧 别紧 好 好 踢 有 半锅了 你来讲句是你上 半锅了 我要跟你们讲一些基本规矩 我们打球的时候 球肝最高是你的腰部份 不会再高过你的腰部份 因为我的腰很短 所以什么东西都会比我的腰高的 Jabby 如果那个球在很高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身体控制倒下来先 好 一个一个 好 这样 五个 你们两个打第一个人 这样 射 射 好 射 射 输 输 射 太好了 好 押忍 对了 对了 控制球线 两只手 好 好 这一手 好 三五 对 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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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忍 谁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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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五个蓝队已经过来抢我的球了 所以我不要想太多 我就试一下吧 我觉得运气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打三打三的时候 那个比赛那么小 我们已经那么累了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竞争日的时候 会是整个全比赛 制作出 对了 你们当初是怎么会接触到地板勾球 就什么东西吸引你们这个项目 我觉得就是那个球的速度 所以我一看了 为什么那个球那么快就从这边又爬到那边 又从这边又爬到那边 所以乒乓球也很快 对 对了 高我输球也是 很有爆发力 两百 直接打 我们比较喜欢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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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场游戏拿了四分 那个很好 那个比赛的分数几分后来 七三还是七四 七比三 七比四 这样 你看 七比三 他拿四分 你就是MVP 对不对 就是MVP 这个是MVP 跟我们MVP不一样 比赛的比赛 我也是有 可是是不同的比赛 比赛 是跟马来西亚打的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因为那场比赛是我第一次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到场 都来到场看我 打拳脚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是我最大的推动力 因为从小到大 我不太会读书 所以我觉得我打桌球是 一种方法我可以让我父亲愿意 因为读书方面不可以 所以我就打球 打 打好一点 努力一点 那我很好奇 地板勾球教会了你们什么呢 过了很多年的训组教我的事 每次有训组的话叫做意志 都要放心 要真心地去做好 才会有效果 不过最重要的是 像我们的教练 今天有几个重要的比赛 放心 我们会做最好的拉拉队 你们加油打起 好不好 一定是我们拿金牌 加油 篮组的队友 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天特别绿 有 你看 输到脸都绿了 对不对 你懂得轮到你们什么吗 轮到你们拿第二名了 你们的心情应该跟你一幅一样吧 很蓝色 4比1 4比2 4比3 对 你觉得今天会 好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准备了 今天要比什么 新牌地板高球赛第一回合 祝你一帆风顺 球员运球过障碍 抵达楼门前放手一搏 五分钟内进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并得一分 希望你们无望不利 一帆风顺 准备 阿武哥加油 会长 可以单手了吗 可以单手啊 可以 可以 好 好 阿武哥 慢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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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听到阿武哥 现在过这个黄色战略物 小心不要撞到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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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好 慢慢来 左右 对 最有难度的部分 其实一开始是要把球勾起来 跨过障碍物 然后我一开始 因为之前我们训练时 我完全没有练到 然后我就很怕勾力气太大 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控制方面其实很弱 就感觉没有做到人甘合一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就是说我可以看着前面然后带球 现在都是很专注地看着球 小心 好 我觉得我今天运球的时候会比较稳 应该是因为我下了苦工来练习 所以做得比较好 好 哲亮现在一个转身 过弯轻轻地直接射球 好 绿组在等着我们出球 所以我心里压力很大 本来可以稳稳静的 可是转了一圈就没有拆 三秒钟完 往前射 慢慢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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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急 当我看到拦阻失误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真的有那么难 等下到我们的时候会不会也这样 好 然后欣妮现在讲话很大声 等一下看你表现 好 来 有 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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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想说不需要那么大力 谁知道越慢就越不保险 两次都没有进 真的 折两位 慢慢来 我是我对唯一进球 我真的很吃惊 很惊讶 我觉得是他们想太多 想太多就做不到了 很棒 有五哥 有五哥 单手 好 其实我一开始 有故意想给Jery施压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四球 每人进一球 就是就收工完事 非常好 这个速度很完美 稳稳 小心 慢慢来 不要急 我们不用急 我觉得我上场之前 李腾有稍微给我一点点压力 不过我觉得还好 那种压力是不错的 当我设计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的方向感不是很好 好 所以我接下来 可能用爱的教育了 小心 慢慢来 有时间 你觉得第一力没有进的话 我是第二个 我就一定要进那力 所以我就慢慢地打 帮你 帮你帮 帮你出来先 好 尽力去 来 其实我当下在运球的时候很紧张 但是我就想要稳稳地不要紧 然后把每一个球都过了 每一个关卡 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不要错过 慢慢转 好 我不像李腾这样 我不会给你压力 慢慢 再过去 最好跟我进 是队长 很好 很好 慢 来 来 很好 漂亮 好 走一圈 接下来 Jerry 加油 Jerry 你不要错了 当我们赢了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功劳都是团队 不是我 如果都说我们是团队 我们不会计较的 第二回合 孤勇者的对峙 门将与射手一对一交锋 射手有五次扣门机会 进球最多的队伍胜出 并得一分 希望你们龙门不失守 驯服神射手 我今天没有被选到当狗狸 我觉得是应该的 因为你看我跟师明的比赛 师明那么大 我太瘦了 他都不理我 他都不理我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的 师明 不要以为你身体大 手长就能接到我的球 人越大只 越笨重 你知道吗 那个球的速度如此之快 那你当然作为一首门员 你不能怕那个球 如果你怕的话 你根本就不敢睁着眼去抓它 很好 力度很好 确实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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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认真 我放我100% 重点在那个球 我确保 那球飞到哪里 我就扑去哪里 一定要救回来 因为第二场比赛 一定要赢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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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很开心 因为我只能大力 其实我真的不懂我在打哪里 所以我能进那两力 我已经很开心了 选择Germy非常简单 因为我觉得他在面积上 还是稍微比心里多一些些 以我对篮组的了解 我觉得他们应该派出最强的 就是五哥 因为毕竟他每一次我看他射球的时候 都非常地有力 你知道下马位非常重要 挥拍 人家一怕就会闪了 演学技巧 好球 我觉得我没有压力 因为之前都有训练 守门员是要怎么样的 我觉得五哥应该不会全力以赴 他还蛮疼我 好球 本来我是想高尔夫球这样孙过去的 但是我看到他这样 想到他还有老婆 就轻手一点吧 好球 好球 再一次 再一次 等下 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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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还是进了两个 是不是应该要暴力一点才行呢 有点后悔 对 好的 由于刚才第二局呢 是打成平手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决定以时间来决一胜负 所以刚才篮组用了比较短的时间 39秒完成 所以第二局由篮组胜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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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可以马上快点射 对 你在马后炮有什么用 所以目前我们是一分比一分 对 一比一 平手 平手 终极回合 国家队派出十位球员助阵星牌队伍 两位教练也将加入战局 比赛分上下两场各十分钟 进球最多的队伍获胜获得两分 希望两队可以打出一场漂亮的星牌战 之前我们是在比较小的一个场地 就模拟比赛了一次次 然后后来变成很大的 再加上就是有我们教练跟着我们一起玩 这当下我想说我站的位对不对 我在哪里 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两方的那个守门员 真的非常非常地强 尤其是篮组的防守 速打 他真的很厉害 他就像一堵墙 你懂吗 就是你怎么进攻都进不了 弟弟 我在后面 两分钟了 两分钟了 来 跟之前的那个小小个迷你游戏不一样 因为那个地方很小 所以你会不断地跑 当地方大的时候 其实你的跑动不需要那么多 我只要防我的该防的位置 没有那么累 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拦阻 我要一直换人 弟弟 给我拦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那个球好漂亮 很远就近了 帅 现在一比一了 我们再接再厉 对不起 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们 不赢 等我们 下一场就不用看了 我们赢了后 才可以四比四 当下 二位教练冲过来了 然后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说 他是国家队选手 我当下就想说 他就是我要防住的人 这是我唯一的任务 我不管他是谁 他带着球 好 你就是我的目标 好 休息五分钟 好 休息五分钟 短暂休息 密谋对策 策划进攻 下半场一定会更加精彩 好 开始 差一点套 对策划进去 还要不及 就是 对策划进去 就感觉好像在看比赛 但是自己又置身在这个球场上面 好 前面 前面 快点 我会 请进 好可惜 差一点点就进了 前面 前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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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其实我觉得我们下半场稍微有一点紧张 因为可能很急着要进攻 所以在防守方面就有一点点的提议会跟不上 脚层跟不上了 五哥 没有人 其实我觉得一个入门者要打到 好像国家队那样的水平 真的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且这个地板勾球它不是一个小场地 它是一个大场地 来来回回地这样跑 真的是很累 所以既要有技巧 又要有耐力 真的很不容易 防守 防守 防守上去 上去 一个上 星亿上去 够 星亿 追下去 不要走 其实到最后两分钟的时候 我体力已经见底了 就是已经跑不动了 喘不过来了 但是又不想要下场 又想要争取两分钟 我们看看一下 可不可以拼一拼 五哥 没有 再来 再来 防守 五哥 后面阿五 你们不可以就换人了 不要走 那一刻我就觉得好 我必须投降 我需要下场换一个体力满满的队员上来 好 等一下 杰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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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我们输了这场比赛 我没有很失望 反而我觉得我看到大家真的很用心去表现 就像从第一集开始 我每次都是那句话 友情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们要的是一个团队 好 今天我们的新排地板勾球比赛 就由篮组以3比1获胜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4比1追到4比2 4比3 然后4比4 很爽 然后这一次也很谢谢我们的教练 Nick 还有阿伟 还有新加坡的地板勾球的总教练 JQ 你们的教导 谢谢 而且我觉得这一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跟国家队一起来比赛 我觉得非常难忘 对 而且很难得我们这一次是这么多人 一起玩一个竞技游戏 我觉得那感觉又很不一样 真的 这个地板勾球真的是一个团体的精神 一个运动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持人 当然就是我们的五个 好 之前我给他那个主持人的军战 我先讲为什么 从第一天他开始学习战 他真的是连左和右都搞不清楚 今天你看他在比赛的时候 他的攻击能力是我们的队最高的 认同 认同 谢谢 十字命归 我想问一下我们总教练JQ 经过这一次的比拼 看到我们这样跟你练习有什么感觉 如果多一点人像你们这样子 通过这样子的学习精神来打地板勾球的话 我们的地板勾球的发展真的会很好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教练们 谢谢 也希望说有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对这个 地板勾球的兴趣 不妨呢 都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最后呢 我要宣布一下目前的战况 4比4平手 好 所以呢 阿五哥 我们最后一轮 就是终极足球赛的对决了 我们球场上线吧 比赛即将来到百热化阶段 下星期一定要收看 高热化阶段 这一部分的词 给你打看 好 谢谢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